各位观众您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明镜焦点节目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敬请按赞订阅留言分享 并请开启右上角的小铃铛 这样如果有新的节目发布 您便能第一时间收到通知 接下来就请您一起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近日中国疫情再度升温 多地的学校幼儿园爆发了群聚感染 而且出现新冠 甲瘤 支援体等多种病毒混合感染的情况 大量的儿童跟学生患病 多地学校发出了停课通知 中国儿童呼吸道感染病例激增 世卫要求中国提供具体信息之后 中国卫生部门23号表示 北方地区呼吸道疾病病例增加 但是中国没有发现任何与此相关的 新的或者是异常的病原体 综合媒体报道 中国追播疫情以呼吸道疾病为主 已经出现流感跟支援体交叉感染 不少儿童感染之后出现了百废的现象 北京 上海 广西 河南等地的各大医院 儿科门症急诊都爆满 有医院涌近上万人 急诊排到了3000号 等候时间超过了24小时 医疗系统超负荷运转 甚至启动了方舱医院来收容病童 还发生了看诊纠纷报警 北京儿童医院门诊部主任李玉川 日前表示 目前该院内科日军接诊患者超过了7000人 远远超过了医院的承载能力 从今年8月起 许多学生跟儿童开始出现发烧的症状 11月达到了高峰 中国社交媒体流出了许多图片跟视频显示 很多学校出现了大面积学生发烧 请假治疗的情况 课堂上只剩下几个学生 有的老师也感染发烧 无法受课 迄今为止 中共官方还没有下达要求全国学校 跟教育机构停课的防疫指令 但是由于患病的学生太多 各地学校班级都自行发布了停课通知 正常复课是情况而定 辽宁盘景市教育局 11月22号就发布通知指称 因为生病在家的学生太多 各学校可以根据情况 开展网络上的教学 根据报导 中国目前肺炎疫情严重 有的急诊要排到24小时之后 特别是小儿科医生累到濒临崩溃 有医生在社交媒体表示 一天之内单单是肺炎就看了10个 而且大多数都是小学生 其中有6个必须要住院 但是却收不进去 直呼追播肺炎之源体的流行浪潮 把儿科医生跟家长都拍得身心疲惫 这当中就连环球时报前总编辑 胡锡进的外孙女也染病 胡锡进在微博发文 表示外孙女烧到了40.6度 他评估北京三甲医院检查排队 大概要5个小时左右 之后带着孩子晚上去医院挂号 凌晨才看上病 喊着那样的滋味 经历了才知道有多难受 稍后胡锡进又在微博贴出 医院人满为患的影片 呼吁今年冬天的流干等 似乎比往年厉害 建议大家切莫掉以轻心 结果却遭到中国网民的很酸 更有人痛批胡锡进平时只会骑墙 事不关己就高谈阔论 轮到自己了马上就掉转炮口 亡民讽刺 半子不是打在自己身上是不知道痛的 此波疫情当中儿童居多 除了肺炎之原体感染之外 其他引起呼吸道感染症状的疾病 也有增多的趋势 中央社报导 中国国家流感中心网站 23号发表今年第46周 第779期流感监测周报 监测资料显示 11月13号到19号 中国南北省份流感病毒检测阳性率 持续的上升 以A型的H3N2亚型为主 其次为B型的Victoria系 而中国流感监测网络实验室 共检测流感样病例监测标本 11,140份 对此中国疾控中心 病毒病所国家流感中心主任王大燕表示 中国各地东春季的流感流行季 一般是从每年10月中下旬 到隔年的3月中上旬左右 一般在1月份左右会打到峰值 中国这一波来势汹汹的新疫情 也引发了国际关注 大型流行病监测数据库新发疾病监测计划 ProMed 21号发布了警报 警告中国儿童出现不明肺炎流行 隔天该机构再次表示 从初步报告上来看 中国儿童爆发的不明肺炎 跟支援体肺炎并不一样 ProMed是最早发现包括SARS MERS跟COVID-19等病毒爆发的机构之一 2019年12月下旬 ProMed首先向全球发出了 COVID-19疫情爆发的警报 表示呼吸道疾病正在席捐武汉市 另外根据报道 自10月中旬以来 世卫组织一直在研究中国监测系统的数据 这些数据显示 中国北方地区的儿童 呼吸道疾病病例显著的增加 世卫组织表示 21号相关媒体跟ProMed 报道了中国北方出现 未确诊的儿童肺炎聚集病例 目前尚不清楚 这是否跟卫健委之前报告的呼吸道 感染病例总体增加有关 还是单独发生的事件 隔天22号 世卫组织要求中国卫生当局 通过国际卫生条例的机制 来提供更多流行病学跟临床信息 以及这些儿童聚集病例的实验室诊断结果 世卫组织还要求卫生当局提供进一步的信息 来了解包括流感病毒 新冠病毒 呼吸道荷包病毒 跟肺炎之原体在内的已知病原体 最近的传播趋势 以及目前对卫生保健系统造成的负担 随后世卫组织23号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 根据中国当局指称 中国并没有检测到任何新的 或者是异常的病原体 也没有发现异常的临床症状 包括在北京跟辽宁等地在内 仅仅是由于已知病原体 导致的呼吸道疾病病例总体上升 此外世卫组织也建议中国民众采取适当的措施 来降低罹患呼吸道疾病的风险 包括了接种疫苗 跟患者保持距离 生病时居家休息 必要时接受检测跟治疗 适当的佩戴口罩 确保通风良好 以及经常洗手等等 世卫组织会如此谨慎并非没有道理 因为中国当局在新冠疫情最早期的种种不透明做法 一直饱受抨击 世卫组织一度为中国的做法辩护 但是后来也多次抨击北京方面 缺乏透明度跟合作意愿 目前新冠疫情的溯源调查依然进度缓慢 科学家仍然围绕在两种假说来进行争论 包括了实验室事故论 以及野生动物经中间宿主传播论 而今年早些时候 世卫组织再次表示 确信中方拥有更多能够揭示新冠起源的资料 并认为北京具有道义上的义务 来分享这些资讯 此前世卫组织曾经在2021年初 组织专家团前往中国来进行新冠的溯源调查 但是此后的后续专家组一直没有成行 从上海万圣节角色扮演者被远景约谈关押 到南京异议人士孙林疑私在家中遭到远景 上门殴打致死 中国公益人士表示 中国政府的维稳手段 已经到了刷新认知底线的地步 分析人士说 中共可能已经意识到角色扮演群体 可能会成为新的社会安全隐患 所以未来将会对其更加严格管扣 但是随着民间的抗议形势变得越来越象征化 以及后现代化 也会让当局更加疲于奔秘 美国之音报导 几个礼拜前的西洋万圣节期间 中国各地年轻人大玩角色扮演 装扮成各种动漫 或者是游戏当中的角色上街庆祝狂欢 也有人扮成小熊维尼 习皇帝 或者是全身穿着防护衣的大白 还有人 头戴监控镜头模型 暗奉无处不在的监控系统 样子具有政治讽刺意味 近日也传出 遭到中国政府秋后散仗 从11月17号开始 社交媒体X就开始传出 上海开始抓cosplay的年轻人 好几个在网上玩得嗨的鸣角 都被请去喝茶了 也有小红书网民指称 自己没有去过万圣节的现场 只是从微信群里 看到一些上海万圣节的图片 把比较厉害的发了小红书 帖子挺火的 就被袁警约去做笔录 袁警还说 照片里的当事人都被叫去约谈了 中国公益人士何培荣受访时表示 他身边好几个年轻人 都被袁警请去喝茶约谈 其中一名女生 已经被转到看守所关押 袁警跟家属说 该名女生被约谈的理由 是因为万圣节变状派对 他的其他朋友 也是因为角色扮演而被约谈 何培荣过去曾经因为 曾经援救被软禁的 山东盲人维权律师 陈光诚而声名大噪 他对于这一次 年轻人万圣节扮装被抓 相当的震惊 认为这其实只是小孩子 过节上街凑热闹 发泄情绪而已 就这种情况下还被约谈抓人 已经超出了他的认知 刷新的认知底线 前香港电台节目主持人 曾志豪受访时表示 过去中国很少有这种万圣节变装派对 即便是在香港 也很少有人装扮成 巨凤刺意味的角色 多半就是把一些很流行的元素 穿在身上 所以中国园警可能当下没有想过 一场万圣节派对 会演变成凤玉时政大会 他相信这是当局势后 整理内容之后 发现很多人都在嘲讽领导人跟政局 所以才开始追究 觉得必须要整治 因此不单是那些角色扮演者被抓 而是一些cosplay的团体也被约谈 此外根据自由亚洲电台报导 中国网信部门近期还约谈的抖音 小红书跟腾讯等网站负责人 则令严查有关万圣节视频的上传者 并要求不得在发布万圣节期间 违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作品 以防止西方文化渗透中国 所以上海万圣节的相关照片 视频基本上都已经被消失 对此台湾华人民主书院协会理事长曾建源表示 万圣节的变装派对 其实是中国民间社会运用巧思跟创意 所展现出来的一种另类示威或者是抗议的行动 将原本应当要申请获得批准的户外集会游行 通过变装派对的机会来进行 这就好比婚丧喜庆视民间习俗 但是此时民众的聚集都不在国家规范的法律范围之内 他说在中共高度社会控制之下 显然民间的反抗形势将会走向更加多元化 跟象征性的手法 而不是直接去冲撞体制 但是这样的做法其实很容易让当局感到草木皆兵 因为民间的任何一种行动 都可能是对当局政策的一种反讽 嘲讽 未来会让中共更加的头痛或者是疲于奔命 然而中国的维稳不只是实体的变装秀可能会被约谈 即使是在虚拟的网络上发发帖子 也可能会丢了性命 美国之音报导 长期受到中共当局监控的南京媒体人 异议人士森林 17号疑似因为在拜习会期间 转发习近平遭到抗议的影片 而在家中被远警殴打致死 同样来自南京的中国公益人士何培荣表示 他对森林有一定的了解 森林就是一个天天待在家里 没有从事任何社会活动的人 他每天做的事情就是在推特上面发发帖子 发发牢骚 对这个社会一点伤害也没有 也因此森林事件发生之后 何培荣觉得中国的这种维稳 已经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 香港媒体人曾志豪表示 森林事件对习近平的美国行 可以说是一个很大的打脸 因为他让国际社会知道 他在国内跟国外是两个样子 在国外笑脸迎人 在国内却用很多野蛮手段来打压异己 曾志豪表示 或许很多人以为 习近平过去对国内的高压维稳 是为了要连任第三任的中共总书记 等到他顺利连任之后 就应该可以放松一点 但实际上却是恰恰相反 无论习近平是否顺利连任 或者是感觉到自己的权力有多么稳固 出于中共体制的本质 就是需要管控社会舆论 森林事件只是冰山一角 中国国内还有很多其他维权人士 也正面临到类似的遭遇 就像新乡维吾尔人受迫害的事情 到现在也还没有解决一样 北京是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24号对华裔加拿大籍艺人 吴亦凡强奸 聚众淫乱上诉一案公开宣判 裁定不回上诉维持原判 综合媒体报道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对吴亦凡以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 十一年六个月 附加驱逐出境 以聚众淫乱罪判处有期徒刑 一年十个月 恕罪并罚 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三年 附加驱逐出境 一审宣判之后 吴亦凡提出上诉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经过审理认为 吴亦凡违背妇女意志 利用多名被害人罪久之机 与其发生性关系 其行为构成强奸罪 聚众进行淫乱活动 且系首要分子 其行为又构成聚众淫乱罪 因依法并罚 原判认定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充分 定罪及适用法律正确 量刑适当 审判程序合法 裁定驳回吴亦凡的上诉 维持原判 根据了解吴亦凡进庆署 加拿大驻华大使馆官员旁听的二审宣判 而吴亦凡判决结果顺时登上了微博热搜 网民表示 第一次见到偶像进监狱被判13年 见证的历史 这则评论获得到超过3万的点赞 对此受害者网红都美族24号发文表示 自己两年半来持续遭受吴亦凡粉丝的网络暴力 但是他强调 无论任何时候都要相信国家的法律 他也会一直坚守本心 希望未来在有能力的情况下 可以帮助更多人 而在二审判决过后 吴亦凡的母亲也在微博发表长文 指出吴亦凡案件的三个受害者 包括都美族在内 没有未成年 他们都曾经向他人炫耀过 与吴亦凡发生关系 甚至其中一名女性 还跟吴亦凡交往了两个月 吴亦凡还为他包了一座岛 共度一个星期 同时他也质疑案件的审理过程 女受害者有被逼供 强调所有招数禁用的情况下 女孩哭哭啼啼改口说强奸 而吴亦凡母亲也质问 孩子肯定有错 但是真的如此罪恶滔天吗 事实上就在判决结果公布几天之前 当初替都美族撰写文上的 徐信携手出面爆料 表示当年都美族根本就没有遭到性侵 坦言自己遭到都美族的利用 这两年半来都活在煎熬当中 引发了外界高度关注 综合媒体报道 徐信携手在网络上面指出 都美族当年根本没有遭到吴亦凡信心 而且其他另外八名受害者 都是他亲手捏造 都美族只是因为无法如愿进入演艺圈 敲诈不成 才因此烦咬吴亦凡性侵自己 不仅如此 都美族昔日的闺蜜李恩也晒出了录音 证实当年都美族真的有向吴亦凡勒索八百万元 当他开出这个价钱时 吴亦凡明显惊讶 最后吴亦凡方面不愿意付钱进而被关 都美族当时还开心地表示 早说过要弄死吴亦凡 而他的失业权毁还遭到重判 并且沾沾自喜自称是预言家 让人颇为傻眼 徐信携手的文章一出 不少人纷纷讨论吴亦凡性侵按二审是否会大翻转 但是许多网民都认为 事件延烧两年多才公开 于情于理都说不通 外界推测是徐信携手跟都美族之间的利益谈不拢 所以才会选在这个时间反水 但是网民也认为 吴亦凡不算是完全无辜 毕竟没有实锤犯罪证据下 不可能遭到重判 至于都美族至今都尚未针对此事来做出回应 台湾两个主要反对党 联合竞选总统的蓝白盒确定破局 国民党跟民众党24号 分别推出自己的正副总统候选人组合 台湾民众党参选人柯文哲 24号登记参选 宣布副首为现任台湾民众党籍立法委员 星光仍受慈善基金会执行长的吴欣盈 身为星光集团第三代的他 常年在国外求学发展 回台之后 在星光集团任职 近年来转战政坛 去年递捕民众党不分区立委 财经背景跟国际事务处理能力 受道科文哲的倚重 另外 国民党24号早上召开中常会 正式宣布中广董事长赵绍康 出任国民党参选人侯友宜的副首 据报道 现年73岁的赵绍康 曾经在1992年 以无党籍的身份参选北线立委 并以23万5000票高票当选 创下了超高得票记录 在台湾政坛有政治惊铜的称号 他在佐水溪以北 赵绍康有高的声量跟话语主导能力 更加一子弟的侯友宜 无论是在地域跟擅长的战场 都能够形成很好的互补 另外台湾鸿海创办人郭台铭 24号下午则宣布退出 2024年台湾总统的选举 他在退选声明当中说到 成大事者不计回遇 郭台铭或许可以被人遗忘 但为了中华民国的未来 选择成全 已是我能够奉献给故乡全部的爱 各位观众您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明镜焦点节目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敬请按赞订阅留言分享 并请开启右上角的小铃铛 这样如果有新的节目发布 您便能第一时间收到通知 接下来就请您一起来关注 今天的焦点新闻 11月15号 美中元首峰会拜席会 在旧金山举办 会谈当中 习近平说他听到 美国有各种报告指出 中方计划在2027年 或者是2035年来 采取军事行动 但是他强调 根本就没有这样的计划 也没有人向他提过这种计划 根据美方官员的描述 习近平讲到这番话时 似乎带着一丝恼怒 正当外界着重在讨论 习近平这番话的表面语义时 日经亚洲的一篇评论文章认为 习近平同时也是在借此 向拜登来暗示自己终身掌权的野心 日经亚洲23号刊登的一则题为 美国未能捕捉习近平在费洛里峰会上 留下的暗示的评论文章 内容提到 2027年跟2035年 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来说意义重大 这就是为什么他在否认中国计划入侵台湾的同时 故意提到这两个年份 这个突如其来的否认 也成为了世界各地的头条新闻 但是官方新华社并没有通报相关的评论 中国其他官方媒体也没有报道 相反的 他们引述习近平的话说 台湾仍然是美中关系当中最重要跟最敏感的问题 并且中国将实现统一 这是不可阻挡的 那么习近平这次出人意料的涉台言论 到底想要传达什么样的信息呢 在加州跟华盛顿 许多官员跟高阶主管 包括了前一天晚上 听过习近平在旧金山晚宴上讲话的 美国商界重量级人物 似乎都接受了对入侵计划的否认 不过习近平并未提及到 他会放弃对台湾使用武力 他对台湾表态的意图 基本上是没有改变的 但是熟悉中国国内政治的消息人士 却听出了习近平的嫌外之音 文章引述一位消息人士表示 习近平的台湾言论 是谨慎而富有远见策略的一部分 计算了其对于国内政治的影响 同时也指出 习近平提到他知道 美国官员一直在讨论的内容 这一点也是具有战略意义的 文章进一步指出 了解2027年跟2035年代表的意义 将会更有助于理解习近平的演讲 2027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100周年 是中国军事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个年份 而党的下一次五年一度的全国代表大会 也将在2027年举办 当习近平提到这个未来时间时 他很可能设想在这一次代表大会上 第四次的来担任中国最高领导人 而问题更大的是2035年 在2017年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 习近平实际上将2035年设定为 中国在军事跟经济方面赶上 并且超越美国的雄心勃勃的目标年 而党的第22次全国代表大会就在2032年 换句话说习近平提到2027年跟2035年 就等于是在宣布他将竞选中国最高领导人的 第四届跟第五届的任期 文章指出到了2035年 届时习近平将年满83岁 这正是共产中国的开国元勋毛泽东逝世的年龄 如果习近平继续执政到2035年 在成就上赶上毛泽东将不是梦想 一位熟悉中国政治的消息人士表示 习近平计划继续执政更长的时间 他选择向拜登传达这个信息 而习近平提到的2035年 甚至显示了习近平的野心 是在余生成为中国的最高领导人 那么习近平为什么会突然在这样的外交场合 提到这两个特别的年份呢 文章认为近来围绕习近平营造个人崇拜氛围的举动 引发了党内的强烈反对 特别是同与习近平一样是红二代的 革命时代共产党领导人的子女们 文章推测 习近平之所以在美国发表了这样一段有关台湾的言论 应该是同时也意识到了国内的不安 事实上这并非中国最高领导人 第一次在会见外国政要时暗示自己对政治生涯的部署 他用这种方式利用外国观众是一种策略 可以帮助确定国内外的风向 文章写到2000年5月 中国前国家主席江泽民在北京中南海会见日本执政联盟高级官员时表示 长江后浪推前浪 会议期间江泽民也提到了时任国家副主席的胡锦涛 而当时胡锦涛已经被广泛视为是江泽民的接班人 事实上胡锦涛在2002年接替了江泽民担任中共总书记 尽管如此像习近平上个礼拜那样 很少有领导人在出访外国时表明他对未来的统治意图 而且他吹嘘的对象并不是任何的外国官员 而是跟中国陷入严重对抗的超级大国的总统 习近平的大胆举动是否反映了他在国内获得到终极权力后的自信呢 文章认为事实并非如此而且正好相反 在中国严峻的经济形势下 习近平面临到来自于党内跟民众越来越大的压力 为了要打破国内困难的政治局势 习近平需要就台湾问题发出讯息 并展现他对于未来十多年掌权的信心 甚至文章猜测他前往美国的真正目的 可能是为了要发表这个高度政治性的宣言 然后将其传播到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其他地区 不过习近平的台湾言论是一把双面刃 消息人士表示如果习近平明确表示 中国永远不会使用武力来统一台湾 他在中国的魅力可能会消失 因为习近平成为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领导人 建立一个稳定的超长期政府 并且最终同意台湾的愿望 得到了中国鹰派民粹主义者的热烈欢迎 跟他在与拜登会面时 在台湾问题上的温和语气不同 习近平需要在中国内部继续对台湾采取强硬的态度 习近平最新的对台言论的真实与否 最快要到2027年才能够明朗 而文庄认为这过程当中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而日经亚洲评论的观点 跟时事评论人士蔡胜昆也不谋而合 蔡胜昆在社交平台X上面发表贴文指出 他认为习近平愿意放低姿态跟拜登握手言欢 是希望向美国高层官员表示 不要妨碍我连任的底线 希望美国不要对其连任造成麻烦 该账号进一步地指出 习近平计划连任到2032年 之后才会挑选相对年轻的接班人来进行扶植 因此习近平很有可能会在2035年之前都手握党政军大权 蔡胜昆又指出 习近平会清洗党内任何的竞争对手 不会显露出接班人的蛛丝马迹 即便是身边的亲信也不会有接班的机会 更不允许任何人有接班的想法 该账号分析指出 对于美国最担心的台湾问题 习近平已经表明了态度 没有什么武统时间 对于习近平来说 只要美国不挑战他的个人权利 确保在2035年之前的政权稳定 就是习近平的头等大事 贸然发动台海战争 存在着太多不可知的因素 无论是习近平个人 还是其家庭都没有办法承受 台海战争失控带来的重大隐患跟风险 蔡胜昆又指出 如果美国无意挑战习近平 未来十年的执政地位 习近平就完全没有必要 延续近年来对美国的战狼外交 也就是中国国内经济下行 人民收入减少 以中国人的习性也不可能会发生动荡 对中产阶级跟富人群体的打压跟管控 实际上更有利于习近平的极权统治 日前结束的拜席会 中方视之为一大成就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 甚至形容中美关系史的里程碑 官媒更是自得于双赢 不过此前一些观察人士 透过拜席会 得到的结论却是大相径庭 他们认为不要说是东升西降 就连平起平坐也是一厢情愿 法广整理报道 费加罗报评论指出 拜席会至少透露出这样一个宝贵的信息 那就是21世纪不一定是中国世纪 民主政体也并非注定要衰落 而与其政治倾向完全不同的 中左世界报则得出了相近的结论 11月中旬的拜席峰会显示 美国的强大至少在目前为止是不可动摇的 11月22号出版的世界报 刊出了该报社评加科夫曼的专栏说 在超级大国峰会上 挑战者的身份已经改变 但是美国仍然站在讲台的顶端 而这里所说的挑战者 一个是早已经崩溃的前苏联 另外一个是习近平领导的中国 但是在作者看来 如果说挑战者变了 但是全球第一超级强国 仍然站在领讲台的顶端 宣布其衰落为时过早 美国的GDP很稳定 2022年美国全球经济占比超过四分之一 中国随后18% 第三位是欧盟17% 而俄罗斯占的仅仅2% 中国官媒攻击美国的语调 也突然消失了 习近平更是显得格外包容 他说地球之大 容得下中美两国 足以让两国都繁荣 习近平在会见拜登之后 跟美国商界领袖共进晚餐 表示中美合作的大门不会关闭 文章注意到 习近平说前说后都是经济跟投资 因为中国的经济正在遭受逆风 作者分析 美国今天并不对中国抱有如对苏联那样 改变其政治制度的希望 拜登的李书周全 会见习近平之后几分钟 便在称习近平是独裁者 而中方的反应也是形式上应对 似乎不认为这句话 有损中美相会的解日气氛 中国社交媒体更是胜赞中美双赢 其实习近平在经济跟技术上一无所获 美国还有其他的优势 像是地缘政治层面 美国政治学家约瑟夫奈在金融时报上指出 跟中国相比 美国享有相当大的地缘政治优势 东西两面领海 南北两个友好邻邦 而中国跟大多数邻国都有领土的争端 美国跟中国不同 能源独立 人口状况也要好得多 这主要都归功于移民 而且美国还有一个王牌 继续吸引着全世界的大脑源源不断而来 然而美国人最害怕的是技术竞争 他们禁止向中国出口半导体 即便其目的已经改变 冷战时期制定的遏制政策仍然还有其参与 法国经济学家马维莱兹 在费加罗报一篇题为 美国重新赢得对中国的优势地位的文章当中指出 拜席会说到底进展有限 基本上什么都没有改变 美中的竞争是全面的 是专制帝国跟民主国家生死较量的一部分 中国既没有放弃数字极权主义 也没有放弃帝国主义 既没有放弃到2049年取代美国的愿望 也没有放弃建立后西方秩序的野心 美国正在对北京实施经济 技术跟军事遏制战略 这是民主党跟共和党的唯一共识 然而旧金山的气氛已经改变 拜登把美国理性管控强国竞争的理念 跟他的议程强加于对方 面对面对抗战略的失败 习近平则选择了战术性的后退 试图说服美国商界领袖重新来投资中国 这个事态的转变反映出 在主导21世纪历史的两个巨人之间的力量对比当中 正在向有利于美国来倾斜 作者认为习近平打赌东升西将 为自己过早的向美国发起攻势的错误 付出了高额的代价 他通过肆无忌惮的挑衅 以及绝对权力的滥用 习近平唤醒了美国 制造了焦虑 调动了亚洲的力量来对抗他的强权举动 并使得中国陷入到停滞当中 作者也举出中国面临到的一系列危机 包括了人口出身率崩塌 经济增长从9.5%降到了3% 大学毕业生当中 三个有一个是失业的 而美国从中国进口也自年初以来倒退了24% 当然美国远远谈不上重回帝国的辉煌时代 但是即便是如此 美国的GDP现在已经超过了中国的一半 而五年前仅仅只有三分之一 经济增长跟生产率提高 这使得人们对经济跟技术的领导权 不可避免地向中国转移产生的怀疑 美国的软实力重新获得到了力量跟吸引力 作者认为 旧金山峰会是文明大碰撞当中的一个小插曲 但是它给我们上了宝贵的一课 21世纪不一定是中国世纪 以中国为代表的专制帝国 既不是无懈可击 也不是不可战胜的 民主国家一旦确定 并且实施长期的战略 并且表现出一贯性跟耐心 就会占据上风 因此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欧洲 民主政体的衰落并非无法避免 这完全取决于其公民的意愿 跟其领导人是否具有扭转这种局面的清醒认识 人权观察21号发布报导 表示中国政府借由病寺的政策 在西北部的宁夏回族自治区 跟甘肃省大量的削减清真寺的数量 德国之声引述报导 中国当局正在以各种方式来限制伊斯兰的宗教活动 包括将部分清真寺停用、关闭、拆除 或者是改建为非宗教的用途 另外许多清真寺被当局除去原顶 绚丽塔等伊斯兰建筑的特色 中国政府借着合并之名将许多的清真寺关闭 侵犯到了宗教自由 人权观察中国部代理主任王松联说 这是遏制伊斯兰教在中国活动的一系列措施之一 清真寺合并被简称为病寺 有鉴于中共中央2018年4月发出的一则名为 《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式下伊斯兰教工作的意见》的文件 其内容包括了以促进伊斯兰教中国化为目标的多面向国家战略 该文件指示全国各地党委跟国家机关 加强伊斯兰教活动场所兴建、改扩建的规范管理 并指出所谓管理应以不得兴建设立活动场所为原则 以达到压缩总量的目的 对清真寺虽然有例外 但是应该坚持差多见少 人权观察收集的中国官方门线显示 中国政府已经在穆斯林人口仅次于新疆的宁夏回族自治区 跟甘肃省来推行清真寺合并 该组织引述专门研究回族穆斯林的两位专家 英国普利茅斯大学讲师席克跟曼彻斯特大学助理教授斯特劳普 在即将出版的研究报告当中估计 宁夏境内的清真寺从2020年至今已经有三分之一关闭 喜克在接受BBC采访时表示 2020年以来宁夏已经有大约1300座清真寺被关闭 或者是改做它用 根据当地回族穆斯林上网发布的图片 人权观察以卫星影像为组阵 对有关政策在宁夏两个村落的实施情况做了何时 并且发布于报道当中 中国上一次大规模关闭清真寺 是在1950年代中共建政之后 根据统计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前 宁夏大多数清真寺已经被当局移平或者是合并 文革结束之后 随着对宗教管控的放松 民众逐渐重拾宗教生活 并且建造了许多清真寺 但是当局仍然控制宗教人士任命 出版财务跟宗教院校的设立 根据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的统计 自2017年以来 中国当局在维吾尔族聚居的新疆损坏 或者是摧毁了全区三分之二的清真寺 大约有半数遭到了彻底的拆除 在回族地区 此类的行动也在逐渐的推开 德国之声曾经报道 过去几年之间 除了宁夏 甘肃 云南 河南 乃至于北京的清真寺 都曾经发生过原定跟宣礼塔 遭到当地政府拆除的状况 有的被用中国式的屋顶来取而代之 著名回族诗人安然 本名催好行 2019年接受德国之声访问时表示 摧毁穷顶实际上就是摧毁一种身份认同 斯特劳普也曾经对德国之声表示 中国政府的宗教中国化运动 似乎已经成为了一个全国性的现象 这一再引起当局跟当地穆斯林民众的冲突 最近的一个例子是 根据网络流传影片 今年5月27号 在云南省玉西市通海县纳古回族自治乡 当地的穆斯林 为了要阻止清真寺阿拉伯式的外官 遭到强制拆除 跟警方发生了严重的冲突 中国政府的宗教中国化政策 不仅全然漠视中国所有穆斯林的宗教自由 也全然地漠视全国所有宗教团体的宗教自由 人权观察的王宋连说 该组织呼吁关注宗教自由的各国政府 特别是伊斯兰合作组织成员国 应该施压中国政府停止病死政策 以及更广泛的中国化运动 并在联合国及其他的国际论坛上面 提出这个问题 谢谢您收看明镜新闻台 敬请您点赞分享订阅推荐给您的亲友 很请您点击节目内容剪辑的PayPal链接 支持我们